第八屆东北亚安全问题乌朗巴托对话国际会议于6月15日至16日举行 来自东北亚国家加拿大、哈萨克斯坦、爱沙尼亚、菲律宾、土耳其、美国、越南等20多个国家 以及30多个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180余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为减轻疫情的影响,国际金融机构及其他国家实施过重大政策措施和促进计划 在此次会议上,来自亚洲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政策指定者和企业代表 就东北亚安全挑战和机遇以及疫情后经济合作进行务实探讨 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受贵国的邀请来参加这次东北亚安全的一个会议 我觉得贵国组织这样一个多边国家参与的一个活动是非常的好 促进了各国的交流和对话 对节省分歧促进合作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也期待就是说我们未来中国和蒙古国以及其他周边国家 在经济领域这一块的合作会越来越的广泛 而且是越来越的推进和各方面的交流顺畅 合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因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了全球疫情的结束 那么我想现在在后疫情时代 中国和蒙古之间的能源合作会加速发展 首先蒙古有非常资源丰富的新能源资源向太阳能分能 那么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进行碳中和钛排放的计划 而且进展得非常快 而且我们现在中国拥有全世界领先的新能源的技术 我想在这方面我们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而且现在蒙古国电力也是比较紧缺 也要面临着新能源的开发和太中和太排放的 你们自己国家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觉得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泛的 而且步伐可能会越来越快 与会者们就解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七和 第十三条目标及区域能源正合相关目标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探讨之外 还深入讨讨论了以双变和多变合作的途径 如何扩展区域能源相互结合问题 此次乌兰巴托对话国际会议的亮点为 首次举行乌兰巴托对话青年论坛 成为青年们就巩固东北亚安全问题相互交流的活动